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雪了 下了很大的雨 然后 夹雪 刚开始下了很大的雨 然后后来就是下雪了 下去雪 然后现在气温非常的非常冷 有一种刺骨寒冷的那种凉风 今天来看看动物的情况 像一座小堡垒 下雪 这个照片 有什么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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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风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有些事 没什么事 你手在一里 有什么事 你的门 有什么事 好 2 2 3 4 5 7 8 8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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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把鞋工作鞋换上了 之后呢 这个现在的地非常湿潮湿 可以看融化了 虽然下了很大的雨 但是没有被水淹 这一点我是没有想到的 我以为这边被水淹了 只是下面的土有点湿润 没有积水 哇 冻了 还有就是一个新的工具 这工具很好啊 而且它很迷你 嗯 湿湿的 就是说现在洞里面有点湿湿的 感觉不是很舒服 挖起洞来比较废致一些 而且我的一只鞋现在是有点湿湿的 所以脚非常凉 哈 有点就是很难受的感觉 哇 但是这个屋顶还是挺好的 光线也很棒 没有像洞那么黑暗 温度也还可以 挺适合的 没有凉凉的 冷的感觉 嗯 大概是这样的 洞里面 这边有凤区 然后下了很大雨 水从这边流下来了 这样流进来了 其他的还好 幸好这个提前做了 屋顶 现在要是做的话太难了 总之我现在待在这个洞里面 感觉很惬意 很有成就感 哇 真的不冷 哈哈 太火了 就是上面有点潮湿而已 如果我这个地势有点高的话 高的地方 不容易接水的那种地的话 我可能会更好一些 我再休息一会儿 然后继续开工吧